作为全国第一个科学城,经过近20年的发展,广州科学城取得了卓著的建设成果,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有待改善,产业用地低小,商业氛围弱等问题。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,尖端的创新创造能力和转化能力越来越重要。 广州科学城作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园区,越岗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载体,迫切需要实现更大的变化,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中心。 作为国内领先的城市综合运营商,总开发超400个多元液态的优质项目,成功打造出如广州科学金股、花都医股、上海生物医药园等创新产业基地,招商引资推动产业升级。 作为推动广州东部CBD发展的先驱,旗下购物中心优方、磨方、并成艺术、生态、乐活的理念,能为科学城赋能美好生活。 旗下高端写字楼、IFP、IMP、ICP,有望成为科学城核心区的新表杆。 广州W酒店、成都W酒店等城市建筑艺术品。 广州科学城位于广州市东部、黄浦区中部、临近中心知识城、天河智慧城、第二中央商务区等重要功能片区。 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约50公里,距广州南站约40公里,区位优势明显、生态环境优良。 此外,现状建设基本遵循了尚未规划的格局,呈中轴对称式格局,四角分裂、四大公园绿地、横桓中间的科学大道。 绿地总量较大,但各自独立且缺乏活力。 现状水系,水资源丰富,自然水系与周边融合土地,博案处理单调,景观缺乏活力。 现状以车型为主,公共及慢行交通体系有待完善。 科学城核心区规划的目的,在于不能维持现在的建筑及空间形态停滞不前,科技产业也不能没守成规。 因此,我们要开创利用中轴之石打开科创大门连接四周自然环境,带领这个片区将科学和自然融为一体。 设计有三大目标。 一、创建全新工作环境,营造开放空间,分享新思维、新方向、新创意。 二、利用城市网络之结合,拉近人与人的联系。 三、利用地理自然环境优势,拉近人与自然的联系。 在交通规划上,结合地形高差,科学大道主线半下沉穿过二层绿化广场。 科学大道辅道、开泰大道及宁惨路半台高险街二层绿化广场。 实现道路立体交叉,形成分离式里交,强化南北方向的交通联系。 另外,将东北地面慢行交通联通,形成人车分流。 在科研绿轴,将科学广场现有的科学之门之下,形成一连串的开放空间序列及渗透。 从南至北连贯周边的六个山体,同时意在两端构建焦点核心,提升活力形象。 小乌充的自然水系,以及科学广场片区现有的水面,拥有大量可以散热的水体。 周围绿树成因,创造可持续性的新基准。 形成东西园区连贯,重新渗透去园区,促进更人性化的城市激励,令公共空间与自然元素浑然一体。 在空间规则上,我们创造的科研绿轴由300米高塔从中心湖向四周延伸。 塔楼体量向湖中层地降低。 左右两侧为科研总区,由办公、酒店、公寓和零售所组成。 另一边,天际线从东到西,由250米高塔从湖中心由高至低向下伸展。 靠北侧为办公区域,全楼连接小乌充的自然水系,打造特色酒吧街。 南侧为公寓,良好的自然光和周边绿化景观,放大自然环境融入建筑。 沿南北的中轴线广场,形成一连串的开放空间序列及渗透。 维和与开放空间互相交错,使公共空间与自然氯化元素浑然一体。 行人的不同区域有聚有散,促进各种节目的发挥。 群楼商业,由中轴线北至南,梯极式延伸至中心湖。 既有方向性,将自然光和自然铜峰带入室内,令室内享有更舒适环境,改善空气质量。 南侧有中心湖,创造科学之环,可容纳不同种类的功能。 北侧群楼,连接小吴冲的自然水系,对比中轴线广场,一动一径,打造特色酒吧街。 小尺度的街区市商业,为何与开放空间互相交错,有聚有散。 可以做到各项节目的举办。 通过多层次的绿化景观平台,融合各方的行人网络,串联大小室外休息用地。 给予办公和人才公寓户外空间,令人可以在户外环境之间激发创意。 整个片区的公共空间与建筑互相融合,拉近科研办公与周边自然生态的联系。 当中包括设置于片区南边的人才公寓,面向各山体公园,为公寓带来最佳景观。 在园区南面的两个山体,串联中心湖的文化馆,组成文化公园。 沿着文化公园,有美术馆、图书馆等不同公共设施。 面向中心湖的是两栋300米高的办公塔楼。 塔楼立面串联特色天幕,使建筑与绿化平台浑然一体。 塔楼中间的是科研绿轴,有不同大小尺度的商业活动空间。 被测为运动广场,连贯运动之环。 另设有无人基站,新一代着重个人体验,因此注入科技与细节。 运动之环连接两段山体,把科学与运动融合。 既可激发创意,也可将园区活力提升。 在运动式环内,有单车镜、单车公园、活力滑板区、全天候跑步镜,共享自然景色。 园区南面是科学之环,当中包括展览厅、无人基降落平台,及湖边大型表演场地,与科学之门双塔组成整个科学城的名片。 在建筑、科学、创意、自然环境的合作下,打造一个崭新科学园,面向未来的桥梁。 开创就从这里开始。